新年快樂新年快樂大年初二的時候是什麼日子 回娘家囉 所以今天很多人在手機還有在塞車當中看的這個視頻 對希望他們能夠在一邊看的時候可以去規劃一下 等一下要不要我們來找 對要不要打牌之類的 然後今天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候 老公老婆男朋友女朋友到底應該怎麼樣表現才可以更加分 今天應該沒有就是陪爸爸回娘家的 陪老婆回娘家 他也有陪媽媽的 所以今天也未必見得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有可能啊 單身的比較見不到另外一半 單身的怎麼陪另外一半的爸媽 都OK 單身的對啊 然後工作就不要再說了 工作大年初二工作也很不錯 其實那用輪班的話 大概上到初二也該要換他上一上班又要塑膠 差不多 而且呢其實到初二的時候 那個工作的工時還是應該是有加成的 還是賺得蠻多的啦 真的 好 小光老師塔羅賀新年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為大家來這個建議一下 對 給大家占卜一下用塔羅牌 大年初二 22章 44種意思給大家看一看 到底應該在大年初二的時候呢 我們怎麼走出一個2018最好最美的正面 好等一下要先看愛情 好看愛情好 小光老師我想要今天給愛情的朋友去這個有一點福利 當然 那我們先來為單身的朋友 好 抽今天的愛情浴室 你說我自己抽是不是 都可以 沒有啦 哈哈 馬上自我宣傳一下 OK FINE FINE 好 好 因為今天我們要回娘家 所以待會兒要幫有家室的人 喔也要抽一張 當然啦 其實這件事情很重要 好 所以我們首先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愛情浴室 那不然就先讓有家庭的人來抽好了 那個聖影大哥一直想要 抽一下 抽出一種正能量 望出 望出一百分 抽出一種就是 琴瑟和名 哈哈 我剛才有跳琴瑟 然後還有後面你有和名 還有 嚇我一跳 我想說這有什麼單元 我們是一個正能量的一個節目 還沒還沒 我們要加持 我們要加持很急對不對 對當然 好 先想一下自己的名字 好 想一下自己的本名 對 現在要幫那個 有家庭的人 大年初二的時候 有什麼樣特別的建議 你知道的 就回娘家那路程常常遠遠的 所以呢 沿途上 我們最帥氣的 到底怎麼聊天 或者怎麼整 然後才會 抽出來不用翻開 放在 他自己錄鏡 然後自己擋鏡頭 真的很專業 不是我覺得這樣很美 就是很生活 你知道嗎 你們也可以旺起來 我也很懷疑他 你就是你 他識別症 你識別症 能拍到 大家也可以知道是哪一位 這樣才有對照 好吧 他代表 來來來來來來來 有另外一半老公老婆 要回娘家的 還有單身的朋友 我們來參考一下 單身還沒看 這張先說好 是給那個有家庭的 來我來看一下 好 贏者的逆位 怎麼了 贏者的逆位呢 其實是兩個在不錯的狀態 但是呢 最妙的是 老公老婆之間 有的時候呢 有些想法不會完全的說出來 其實在初二的時候 是一個好好溝通的好事 所以你知道他們一邊開車 一邊溝通 他們的溝通 可能一不小心會吵起來 啊那你要勸 沒有我個人覺得說 其實呢 抽到這張牌的所有的朋友 代表今天 你們是一個好老公 也是一個好老婆 然後我們都很體貼對方 但是其實還是有一些 沒有那麼滿意的地方 又不好說出來 那到底要不要說 要不要 婉轉的說 就是要說 我個人覺得 放很久了 是放很久的事 這倒是放很久了 可是呢 你婉轉說出來 情況會變得好 但是是慢慢好 所以就是如果沒有什麼 長時間為了一個問題 在糾結的夫妻 也沒有這個問題 是這個意思嗎 呃 一定有 既然抽到這張牌 就是有一些想要說出來 或是想要溝通的事情 小光好有自己的牌 有自己的堅持 但是 對於對方 可能覺得說 對方可能不太接受 我的想法或是怎麼樣 是之前的問題 你可以用建議的方式提出來 會讓兩個更加分 其實這蠻好的牌 是好牌 代表是心理 很棒啊 真的是 恭喜你 他一直在想著 溝通是最棒的方法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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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分 70 哇還不錯欸 還不錯啊 好啊 那來抽那個 單身的是不是 就是這種事情 啊這個要放回去 贏者逆位啊 贏者逆位 所以 召給健安哥寄 贏者逆位 贏者逆位 好 製作人寄一下 贏者逆位 來現在是單身 好單身 就是沒結婚的啦 想一下自己的名字 好我們來看一下 沒結婚的都算嘛 心理對象的沒結婚的也是 單身的都算 單身都算 就是沒婚 是不是在後面沒別人名字的那個 有些我婚姻狀態他也單身 反正你覺得你是單身的都算啦 沒有就是你知道你就是 你很 你很就是 正能量嗎 你很考究 所以一定要講得很棒 好 這張還是這張 我也不知道耶 你好多建議要給他們喔 也是耶 我剛剛一抽抽有三張 來我們來看一下單身的朋友 在今天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正義的逆位 正義的逆位就是不正義 怎麼了 也就代表你跟 基本上你所喜歡的對象或是你要求的條件 跟事實上面常常會有一些落差 也就是你會覺得說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樣什麼樣什麼樣的類型 你應該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但是你每次只有說 只有說都做不到 所以呢常常人家會覺得你不是完全一致的 或是你碰到的人呢 跟你所想的並不是完全一樣 你就會覺得 欸怎麼每次好像感情力不是那麼順 首先要先調整自己的想法跟做法 在選定對象的時候 就要先清楚的知道 到底是不是跟自己喜歡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張牌 如果急著要談戀愛 沒關係給自己兩個月 三個月的時間 慢慢調整一定會旺起來 因為這張牌好解決 因為單身的問題是你自己不是別人 蛤 所以自己就好解決嘛 喔喔 你這樣調了就好 自己的問題喔 對啊 因為我們看到不正義這張牌的人 通常會急著想要脫離單身 但是呢要找到這個方法 花一點時間 喔 可以嗎 我不知道就是我們就是幫人家 就是做這件事 我覺得還不錯 很棒很棒很棒 給自己兩個月的時間 一定會很棒 哇今天這張牌的一個贏者 另外一個是正義的另外一個牌 代表是需要再加把勁 加把勁 嗯 贏者60這個 50 哈哈哈哈 50也不錯 至少拿到一半的分數了 我覺得你說什麼都可以 嗯 我覺得我也是這樣 我已經盡量 好了 那今天愛情不值得一看 哈哈 不會啦 很棒 放這個意思 好放回來 好放回來 財運啦 財運來我來看一下 今天又適不適合買樂透嘛 好 然後小賭一琴 好 想要看自己的名字 好 大年初二的時候 可能 那給製作人抽好 一定要啊 對啊 因為他發了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吃 當然當然 記得打電話給我 對 以後就變從過年單元變成那個 代狀節目 每天都要這樣子 每天那邊也很累 財運的部分 嗯 好 來 請 好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 好棒棒 我們今天就是 製作人家達兄 抽到的 幫大家抽到 好不好 就是看這一張了 來 怎麼了 月亮的正位 月亮正位不錯 代表說呢 其實呢 你最近呢 財運上面呢 算是OK 可是如果說你是希望更多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保守一點好 嗯 月亮牌就代表說 65分啦 70分啦 什麼 月亮牌代表的是 如果說你希望有最好的狀況 比如說你希望是100分90分的狀況 可能現在不是最好的時刻 需要再等一下下 那買樂透呢 嗯 買50塊啦 買100就好 比昨天 再少買一點 好 這樣可以嗎 這樣清楚嗎 大家 因為你知道過年就是天天在加碼 哦 今天加碼是不是 對啊 如果你通常是買2000的話 我覺得今天買1000就可以了 就用自己的習慣 然後去平一半 對 然後呢 就結殘就好 當作是做公益 那像昨天的話就是 昨天還可以買不錯啊 世界 還不錯啊 世界牌是 如果你是舊朋友一起去的話 或者是合資一起做的話 我覺得很好 昨天是你來不及了 哈哈 已經都變億萬富翁了 今天還買什麼呢是不是 但是他們不會說啊 哦對 這很過分 你可以配給我們 不要這樣子 我們還是有一些正義的概念 好 月亮牌 我講的是秘密喔 好 工作 工作的部分我們再來看一下 對啊 今天還在上班的朋友辛苦了 大年初衛的朋友 今天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大年初衛的工作運 今天都看很多人吧 因為今天到處都是初衷的 對啊 美娘家的啊 做什麼的 你家的 反而是都會 可能台北高雄 然後台中人不會那麼多吧 超龍 好抽啊 工作的部分我們看好不好 好 這樣就幫大家抽的 我覺得今年的過年 就是都是星星月亮太陽系列 所以呢 就是心靈隱瞞 如果說你期望非常非常多的話 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慢慢慢慢的往上走 因為這是心靈牌 代表是你越往心靈探求 你獲得的實質越多 這是這個2018年 你從塔羅得到的一些小小的 對 而且是從今天 還有這幾天 塔羅得到的一個感想 因為他抽到的都是異象牌 都是心靈的 所以2018年是一個 大家一直在內心的時刻 我們可以說過年的期間 可以 如果你內心的話 會帶領新的一年一直往上 因為這都是當天嘛 我就說嘛 你看小光老師姐牌 是不是有很強大的印象 還可以嗎 大家聽著還可以嗎 我們沒有能力評價 就是好好的從林的話裡面 找到自己可以去追尋的一些 沒有你看昨天是倒過來 他沉澱一下馬上又震了 真的嗎 昨天就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你們可以再把那一集 對耶 分享人點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真的 所以如果連續兩天都是同一張牌 而且是正反倒的話 代表基本上你自己就是蠻喜歡工作 而且你有點工作狂 只是愛抱怨 然後不讓自己休息 那如果你也是這樣子的話 讓自己休息 那不是讓整個 像身體休息 你可能會讓自己出國度假 各種方式 但是這個是要讓心理休息 心理休息 其實你泡個澡 或是腳底按摩 或是坐在沙發上放空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就夠了 你只要告訴自己 我想要心靈的休息 半個小時也夠了 好 之後就可以賺更多 真的啦 過年這個班也不是過年才排的 一定都是你自願的 對啊 還不是要搶那個加倍的錢 是不是 這類很正常啊 有沒有到加倍的錢不清楚 但是你知道 這也是一個就是你知道 他們本來就已經知道的事了 來 愛情的部分嘛 愛情我們剛剛抽到的是 正義的逆位啊 還有贏者欸 贏者的逆位 財運是什麼啊 好像是星星還是月亮的 月亮 月亮成位 對 是我們的製作人 在哪裡可以抽 對啊 月亮成位 剛剛這位很好 我覺得姓凱 還有贏者 贏者 好啦 小光老師昨天 他剛剛解拍說一半 他現在直接講姓凱的三個字 希望你們有聽到 你有聽到啊 我只是想給一些認真的觀眾聽 有啊 有啊 希望解拍這個過程當中 帶給大家生活上新的思維 好不好 有些事情別就解了 大年初二工作最開心 嗯 愛工作嘛 愛工作才有所有的一切 對啊 明天見 拜拜